明明穿越饥荒世界 有人穿越在沙漠 有人穿越在果园 而我却穿越到了青青草原 开局每人一块电子手表 里面包含这个世界的规格 就在陆里感到无助的时候 他手中的手表突然响 温静的冒险家 欢迎来到新世界 您将在这里完成新的冒险 生存下去 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 这个手表将是你认识新世界唯一的途径 也是唯一能够帮助到你的东西 千万不要弄丢了 新世界 陆里看着信息 眼神有些恍惚 随即开始研究起来 新世界手册残缺版五条规则 一 新世界有四季变化 每个季节都会有恐怖的灾难发生 请努力生存下去 二 永远不要将自己置身于黑暗之中 除非你已经建立好自己的庇护所 拨在自己的房间内 否则你的身体是黑暗中那些怪物最喜欢的事物 三 建立好自己的庇护所 拿好自己的武器 长时间暴露在野外 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尤其是夜晚 四 保证好自己的精神状态 在你精神不好的时候 地狱使者会来勾走你的灵魂 五 自己去探索吧 果然是残缺版 还得自己探索 看看其他的吧 打开后地图的显示界面 除了他所在的这一小片区域试料 周围的一切全部笼罩着一层黑物 很显然需要他自己去探索 这是哪里啊 我怎么在一片荒漠 你们绝对想不到我看到了什么 直立行走的猪 你们谁见过 我们是穿越了吗 这是陆离看向了聊天频道左上角的同时在线人数 卧槽 79亿人 看来整个蓝星的人类都穿越了 随后陆离打开了最后一个选项 制造蓝图 里面仅仅只有几样东西 简易师傅 石稿 一个火把 一个木头火堆 一级简陆的木屋庇护所 还挺人心话 所以接下来要先找地方建家吧 陆离有些茫然地看着四周 虽然不是野外求生爱好者 但他也曾跟朋友们一起看过一些得业被业的荒野求生纪录片 多少也懂得一些求生小知识 这里没有食物 没有水源 这里根本不适合建家 还是先出去走走 顺便探索一下这个世界 一级庇护所需要200个木材 100块岩石 需要的材料很多 还是先把师傅 石稿这些现在就需要的道具做好 很快 陆离收集到了两块碎石和岩石 二十份杂草 此时 正前方出现了一片树林 陆离走进去后找到一棵小树 使出全身力气将小树推断 获得十一根树枝和两根木棍 终于收集好材料了 可以合成斧头了吧 是否消耗一块碎石一块岩石两根木棍合成一把石斧一把石钢 是 还是合成 随即两道物品从手表里飞出 现在斧头已经有了 但庇护所在天黑到来之前 肯定来不及合成 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先收集火堆和火把所需的材料 经过半天的奋斗 陆离又获得了二十五根木材 此时陆离已经口干舌燥 肚子也不争气地在叫唤 我真是太笨了 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不行 我得去寻找食物 十分钟后 一片萝卜地出现在树后 陆离毫不犹豫拔起一颗 就往嘴里散 吃完两根后饥饿感才渐渐消失 随后陆离又找到一个水坑 也顾不得水坑里的水源是否有寄生虫 拼命地喝了两大口 恶劣的野外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陆离这么幸运 此时的世界聊天频道不停滚动着消息 好累啊 谁能给我点吃的 我用木头给你换 是妹子就来找我 我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说完还拍了个照片发了出来 哥哥 你把位置发来 我去找你 我是漂亮妹子 大佬 不知道你心北卡地是不是 我也可以是妹子 这你妈 人家出生就是果园 可以吃果子 我呢 吃草 吃树叶吗 陆离抱怨完 又继续砍速收集的量 很快一下午时间过去了 友情提示 黑夜还有半小时降临 请立即制造火源 切记不要将自己置身于黑暗之中 看来必须先回去了 回到出生地 陆离开始清点今天的劳动成果 50根木头 一个简易石稿 15份杂草 15根胡萝卜 20根树枝 随后打开了交易所 原本早上还空空如也 现在已经有人上架了物品 大致了解物品价值后 陆离将一根胡萝卜放置交易所 设置好自己需要的20块岩石 陆离刚刚上架 下一秒就显示交易成功 太好了 这样我明天就可以直接合成新的师傅安心砍树 一阵疲倦感袭来 陆离就这么睡着了 迷迷糊糊间 陆离发现火堆已经熄灭 刚想取出材料 陆离感觉身体像被蜘蛛中的刺扯 剧烈的疼痛感让他无法呼吸 就在感觉身体快被撕裂的关键时刻 陆离爆发出一声惨叫 陆离瞬间惊醒 原来是个梦 太真实了 看着火堆中的火苗变小了很多 陆离急忙从背包拿出木材添了进去 随后陆离打开了当前区域聊天频道 你们不知道 刚才我想去上个厕所 刚走进黑暗中 就感觉有一张大手捏着我 要不是哥们明达 恐怕已经死了 我也是 刚才睡着了 感觉有东西在背后摸我 太可怕了 快来个哥哥保护我 你们发现没 咱们区域的人数少了两百多 估计都已经死了 这时陆离也开始关注着区域聊天的人数变化 从刚才到现在又少了十个人 才仅仅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又有十个人死在了黑暗中 这个夜晚注定是一个难眠之夜 许多人都是靠着手表上的聊天功能熬了一宿 等到第二天天亮之后 看着已经变成木炭和草灰的火堆 全身的酸痛 加上饥饿和水分的缺失 让陆离对未来的生存失去了希望 太难了 一天只获得了五十根木头 按照这个速度 自己要建庇护所得需要五天的时间 看不到希望 根本看不到希望 陆离重新打造了一把石斧 继续沿着小路走去 宛如一个形式走肉板 对周围的树不管不顾 陆离抬头看向远处 此际的心又猛地抽动了一下 陆离看着眼前天然形成的湖泊 浑浊的眸子终于亮了起来 也不管水里有没有细菌 陆离趴在湖边狂喝了起来 这时 在阳光的照耀下 陆离看见远处有一个木箱 显得格外的扎眼 不会是宝箱吧 然而就在他进入宝箱范围五米的时候 突然钻出来一条蛇 卧槽 眼镜蛇 陆离立马从手表里取出石头 朝着舌头扔了不 足足扔了15块岩石才砸中了眼镜蛇的脑袋 检测到宁击杀了一条眼镜蛇 是否需要分解 分解 陆离点了事后 一道白光从手表中飞出覆盖到眼镜蛇的身上 眼镜蛇的身体瞬间变成了一块蛇皮一块蛇肉 两颗蛇牙 确认没有危险后 陆离满怀期待地打开了宝箱 里面的东西让陆离有些出乎意外 一块250克的面包 一瓶550毫升的水 一把石毛 今天终于可以改善伙食了 昨天吃了一天的胡萝卜 放屁都是胡萝卜碗 随后陆离又开始了自己的砍出大银 今天仅仅只砍了30根木头 天色就黑了 回去后陆离打开了交易所 今天交易所里的东西明显比昨天多了 尤其是食物 今天居然有肉类的交易了 陆离比对一下价格后 将那瓶矿泉水发了上去 价格30块岩石 虽然这个价格看起来高了一点 但是真正的口渴 只有喝水才能够缓解的 陆离上架之后 立马就显示交易成功 陆离想着 于是又拿出20根木材 兑换了20块岩石 做完这一切 陆离就回到了世界聊天频道 你们有没有人发现宝箱啊 我今天在野外碰到了一个青铜箱子 你们猜猜里面有什么 青铜箱子 不是木箱子吗 这个还分等级的吗 还有宝箱 我怎么不知道 有什么宝贝 里面有两瓶550毫升的水 两袋面包 两个装备蓝图 一个犬牙陷阱 一个铁服 果然比自己的豪华 经过三天不懈的努力 陆离终于将所有的材料 全部锁 陆离机动点开 一级庇护所的页面 是否建设庇护所 陆离点了事后 一座简陋的木屋 就出现在了陆离的眼前 恭喜您建立一级庇护所 您已经解锁了 新的制造蓝图 原本的一级庇护所 也变成了二级庇护所 还多了一个石头火堆 陆离当即取出相应的材料 建造好石头火堆后 陆离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是下午五点 距离天黑 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必须出去找找食物 现在只有四根胡萝卜了 陆离可不希望 才刚刚建立起 自己的庇护所 就被活活饿死 在树林逛了两圈 一无所获的陆离 回到庇护所中 陆离将石头火堆建立起来 将青草扑到地上 荡成临时的床垫 陆离满意地 躺在自己的床垫上 吃了两根胡萝卜后 继续开始自己 每天地刷聊天频道大意 明天晚上没有进入 庇护所的人类情奴努力 他们的猎杀石可倒了 他们是谁啊 同时 去聊天频道中也炸开了过 喂喂喂 你们收到短信了没有 他们是什么东西 你问谁呢 我也不知道 好可怕 我还差一百根木头呢 我也是 差很多木头 看来不能休息了 嗨嗨 新出炉的避难所 专门收留五家客 乖的流浪少女 要需要的来找我 哥哥 谁有吃的呀 我已经饿了好多天了 用原汁原味的 安打而玩换哦 你怎么能确定 是原汁原味的 而且你怎么保证 你是女的 除非拍个照片 过来看看 还好自己已经 建立好了庇护所 不然还不知道 要经历什么危险 看着手表里 各式各样的信息 陆离就这样 昏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 陆离又是在 噩梦中惊醒的 看了一眼 石堆中已经消失的火苗 陆离忙摸了摸 自己的身体 没有任何的损伤 那颗悬着的心 才安稳了下来 看来正如新世界 生存手册上所说 外面虽然充满了危险 只要躲进庇护所中 那些处于黑暗中的怪物 就拿你没有办法了 以后晚上 也可以安安稳稳地睡觉了 现在有一级避难所足够了 等有了足够的食物之后 再考虑升级二级庇护所 陆离这样想着 拿着石斧就出了门 悉行千米 眼前终于不再 只是一望无际的杂草 前方终于出现了 一些零散的事况 终于有新发现了 陆离走到这些石矿中 一点点地查看 很快就发现了 这种矿石叫做消石矿 可以开采出消石 穿越过石矿 陆离继续往前走了一千米 直接让它眼前一亮 前方杂草之中 竟然生长着一片小白菜 只不过那些白菜还有些小 如果用来吃的话 一顿就得吃两三颗 陆离数了一下 整整二十颗 忍住 我就把两颗 要等它们成熟 陆离按捺住心中的喜悦与冲动 环视了一眼四周 没有看到石草动物 只要没有别的人来到这里 那么这些白菜就会很安全 我要不要将这些白菜 移植到庇护所周围呢 陆离在地图上标记好这里的位置 然后继续往前走 只走到三千米的位置时 陆离才停了下来 前面目之所及之处 有一群绵羊 陆离数了数 一共十二只 正在低着头啃食着地上的草 羊肉串也有了 陆离的嘴角不禁易出了口水 看着这些绵羊黑黑的傻笑 走的时候 陆离在地图上做好标记 一直紧急着自己的计划 只侦查庇护所周围三千米的范围 之后再继续向外扩张 再往其他方向走去 陆离发现有很多迷雾 他的目光最多只能看到五百米的距离 森林里很多隐藏的沼泽地 如果不顺走进去 凭自己根本无法挣脱出来 只能等死了 现在自己没有必要去涉险 陆离掉转了个方向朝着南边走去 就在陆离走着的时候 突然脚下踢到了什么东西 看了一眼 是一个青铜色东西 只露出了一角 大部分全部都埋在地下 不会这么幸运吧 真走了狗屎运了 很快 陆离就挖了出来 露出了青铜物品的权满 果然 是一个青铜箱 没想到竟然埋在地里 陆离虽然很迫不及待地 想要将箱子打开 但是他现在手表中的储存空间 已经被各种东西占了大半 如果开出来一堆难拿的东西 那他就得扔东西了 于是他直接将青铜箱 扔进了电子储存栏中 等回了庇护所再开 陆离看了一眼地图 然后朝着庇护所走去 回到屋里 陆离将青铜箱 拿出来放在自己的面前 一定要开出好东西 恭喜获得 两块面包 两瓶水 矿灯制造蓝图 治疗药膏制造蓝图 陆离立马打开了制造蓝图 矿灯 头戴矿灯 黑暗横行 不用再惧怕 潜藏在黑暗中的怪物 卧槽 神气啊 陆离心喜笑着 不过当他看到 下面所需要的材料的时候 陆离就笑不出来了 合成材料 一顶帽子 一块金子 一个发光物体 250克树枝 这四样东西它一样没有 然后陆离又查看起 另一个蓝图 治疗药鱼 纸血化鱼 居家里型的不二之血 治疗效果不错 合成材料 两个灰烬 一块木炭 一份怪物线体 200毫升水 灰烟 木炭 这些东西都很好获得 但是怪物线体是什么 陆离好奇地去交易所搜索了一下 根本没有搜到售卖的 治疗药膏 在这个新世界是绝对能够大卖的东西 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受伤 但是 他看着空空如也的交易所 也知道自己想的简单 做起来会很难 现在只有几个可能 要么怪物线体非常难获得 或者仅有少数人获得了 然后自己吃了 要不然就是怪物线体 可能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效果 让获得的人都舍不得拿出来交易 陆离叹了口气 拿着铁锹走了出去 他要在周围开啃一片地 将所有的小白菜都医治过 万一被那一群绵羊吃了 那他得伤心死 开啃好后 陆离将他带回来的两个小白菜栽了下去 然后用湖水简单地浇了浇 天黑之前 陆离又将剩余的18颗白菜全都带了回来 移栽到新翻的白菜地里 做完这些 天地间的最后一抹阳光也逐渐地消失了 陆离赶紧跑回自己的庇护所 躺在床铺上的陆离想起昨天收到的消息 他们的猎杀时刻 他们到底是谁 就在陆离还在思考的时候 屋外的黑暗中突然传来一阵 明穿越饥荒世界 有人穿越在沙漠 有人穿越在果园 而我却穿越到了青青草原 陆离心中一颤 立即拿起石斧 等了一会 陆离没有听到声响才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打开区域聊天频道 他一直在观察着区域在线人数 仅仅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少了一百多人 救命 谁能救救我 一群狼在外面攻击我的房子 有人吗 有东西在挖我墙角 好害怕 我看到有一双星红的毛子在盯着我 估计死掉的那些人 应该都是没有来得及建立庇护所的 所以在怪物袭击的时候 无处可躲把 陆离正在看着 一声巨响 差点吓得陆离跳起来 回去地撞击 庇护所的东墙传来 每一次撞击 陆离都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房子颤动一次 撞击声一直持续到黎明才停止 陆离一夜未眠 整个身体虚弱地躺在草垛上 沉沉地睡着了 再一次清醒过来 陆离第一时间跑到了庇护所外面 看了看自己的小白菜 还好 我的白菜没有被懂 该继续出去搜寻物资了 陆离朝着没去过的地方走着 前方的迷雾中 突然有一个人形的轮廓 出现在了陆离的眼睛 难道有活人了 陆离心中有点小激动 脚下的步伐不禁加快了几分 走到面前的时候 发现是一具完整的白 看着古孩面前摆放的三样物品 一顶草帽 一根绳子 一把铁纸砍刀 陆离开心地将这些收进了电子存栏 又有些无奈地摇摇头离开 心里多少的有些小失落 原本以为能碰见个人 两人一起努力种田 谁知道 又一个夜晚降临 吃完面包 陆离如往常一般打开的交易所 他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东西 哪怕自己买不到 也不妨碍看看 陆离正翻着 突然一个白色晶体吸引了他的注意 居然是严金 这件商品一出来 整个交易所都炸开了锅 陆离看了看也有些心动 点击联系 你好 严金怎么卖 直接把你接受的价格发过来 一把铁纸短刀 发过去后就没有回信了 陆离苦笑一声 看来人家根本看不上自己的武器 这时候 突然一阵敲门声从外面响起 你好 我可以借助一碗吗 可以可以 谢了 这是给你的房租 女孩拿出了一大块肉给了陆离 陆离都看傻眼了 嘴巴张这么大干嘛 嫌少 够了你哪里来的这么多肉 当然是从那些动物身上包下来的 那个 还没请教你叫什么名字 唐楚楚 你是那个在交易所卖眼睛的唐楚楚 嗯 你也看见了 就是我 我去 不会这么巧吧 刚被拒绝了 就遇到本人了 你叫什么 陆离 哦 就是刚才那个要跟我兑换铁质武器的 还挺碰巧的 你想要就给你一块吧 唐楚楚从背包里拿出一块白色晶体 扔给陆离 陆离连忙接过 这么大方 你应该知道这东西现在的价值吧 我还有几块 卧槽 还有 对啊 我开了一个箱子 获得了一个眼睛 每天都能生产五块眼睛呢 我自己又用不完 开宝箱还能开出来眼睛 而且每天还能生产五块眼睛 是啊 唐楚楚一边说 一边取出一个毛毯 钩在了地上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老天看自己过得还不够苦 特意派人来打击自己的 你来这个世界多久了 一个星期吧 我本来是要去荒野求生的 不知道怎么的就来这里了 不过也都差不多 怪不得原来是荒野求生的专家呀 第二天 陆里醒的时候 屋里已经没有人了 原本陆里以为唐楚楚自己离开了 结果走出房门的时候 看到唐楚楚正在庇护所不远处拿着食产决定 你在干嘛 这里挺不错的 我决定也在这里建个庇护所 动物肉没有办法长时间保存 我得把它们做成熏肉挂起来才行 别人还在闹饥慌 人家已经食物自由了 而且还是肉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我来帮你 不过听到唐楚楚不走了 陆里心中也是很高兴的 自己一个人过了一星期 已经把他憋坏了 如今他巴不得有人来陪他 更何况对方还是个漂亮妹子 一人刨坑 一人挖土 很快就弄好了一个熏肉场地 只见唐楚楚拿着砍刀 很轻松地将这些肉全部分割成肉条段 然后用藤条将肉的一端捆好绑在木棍上 而陆里则是来到了实况区 现在有吃的了 一定要多锻炼身体 不能再和以前那么懒散了 陆里暗暗发誓着 脑海中不禁又浮现出了早上唐楚楚身上的鸡肉和线条 尤其是那丰满的凶大鸡 明明穿越饥荒世界 有人穿越在沙漠 有人穿越在果园 而我却穿越到了青青草原 陆里敲了一天的事故 一共获得了39块岩石 5块碎石 1块消石 最后看着天色渐晚的时候 才回了庇护所 你今天干什么了 有什么收获没 去凿了几十块岩石 你去把你的肉收了 明天应该有雨 有雨吗 嗯 你这些天泉都是在野外渡过的吗 嗯 从来到这个世界到现在一直在走 走了有四五十公里了 一直没有找到水源 那前天晚上有没有碰见怪物 碰见了 有几只发了疯的野猪 挺难杀的 你现在吃的就是它们的肉 你到现在遇到过多少次元香了 木箱子三个 铁箱子两个 青铜箱子两个 白银箱子一个 也不多吧 还有铁箱子和白银箱子 别的箱子是我找物资的时候碰巧遇到的 白银箱子是我追那只精英野猪 从它的猪窝里发现的 挺挺 这说的是人话吗 别的人都是躲在屋子里 你不仅在外面杀怪物 还追人家老窝里杀 你说精英野猪 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手表上说的 别的野猪杀了 它都会询问是否要分解 只有那只精英怪事直接爆材料 什么猪肉排 猪皮 獠牙 怪物献体 你有怪物献体 嗯 怎么了 你有需要吗 我得到了一个制作蓝图 可以制造治疗药膏 哦 我已经做了 你要吗 我做了三份 用了一份 还有两份 可以分你一份 不要了 所以 你现在能制造什么东西 除了最开始的东西 我现在可以做治疗药膏 治疗药水 木盔甲 还有一个 真男人药剂 就这些了 陆离都不得不承认 他现在看唐楚楚的目光充满了事 这就是一个宝库啊 如果把他抢了 那自己不就起飞了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唐楚楚发的声音将陆离拉近了现实 什么抢物资 抢人 这种事情 他干不出来 你来这里有什么收获 我也没得到什么好东西 一直在砍树收集石头建造庇护所 前两天捡到了一个青铜宝箱 得到了两个制造蓝图 一个治疗药膏和你撞了 还有一个是制造矿灯 不过我还没有收集全材料 矿灯 唐楚楚文言瞬间来了兴趣 使用后可以在晚上出去 不会受到黑暗中的怪物袭击 那不是很厉害 可是我没制作材料 那是有点可惜 不过你可以去交易频道换啊 没钱 哈哈 需要什么材料 需要一顶帽子 一块黄金 一个发光材料 250克树枝 我前两天找到了一顶草帽 另外三样东西都还没有 唐楚楚打开交易所 搜了一下这几样物品 但是全部都是需要肉 唐楚楚毫不犹豫地兑换了 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肉了 看着一样样物品出现在唐楚楚面前 陆离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就是大佬啊 有什么需求 我只需要去交易所兑换就行了 你先帮我做一柄出来 这是给你的劳务费 和买你帽子的钱 唐楚楚将材料送到陆离面前 同时还拿出来了一块黄金 一起交给陆离 拿钱责任是吧 陆离无语 拿出自己那天获得的草帽 和唐楚楚推过来的材料放在一起 点了一下手表上矿灯的制作案件 眨眼间矿灯就出现在两人面前 陆离将矿灯给了唐楚楚 随后陆离将刚才唐楚楚 给他的那块银金挂上了交易所 陆离直接设置了价格 500根木头 300块岩石 这是升级二级避难所的材料 将银金挂上去后 陆离就开始关注交易频道里的聊天 我去 又有银金卖了 怎么这么贵啊 这谁吃得起啊 是啊 500根木头 300块石头 这是要直接升级二本的杰奏 其实眼有什么好的 买买下面也是闲的 你最好说的是面 而不是别的东西 就是 别的东西是什么 请楼上说清楚 我去 真有人对话了 陆离正看着突然手表滴滴滴的响了起来 一个声音从手表里响起 你已经收集起了升级二级庇护所的所有武罪 如果需要升级 请点击升级 如果不需要请到开阔地接受武罪 卧槽 真卖出去了 果然还是有 有钱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